好,现在继续我们来讲这个AWS的Private Link 那么其实也是实现这些VPC之间通讯的另外一种方案 这么回事,看一下 可以认为就是在VPC和VPC之间打了一个孔 打了一个Endpoint 打了一个孔 这有一个ENI 这有一个网卡 这有一个IP地址 你通过这个孔 通过这个ENI 通过这个IP地址 就能够访问位于另外一个VPC的资源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孔来访问一些公有服务 这非常适合于什么呢 就是说你只允许某些桶 就是你相信这个VPC是一个私有网络 根本上不了网 纯私有完全上不了网 哪哪也去不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么比如说在这种场景下 你要访问一些公有服务怎么办 那正常情况你这个得上网 得得上互联网通过Internet Gateway 然后通过互联网来访问AWS公有服务 但如果说你遇到了一种场景 这种VPC根本上不了网 上不了网 那怎么能够访问这个公有服务呢 可以用这个Private Inc 打孔 做一个Interface Endpoint 然后通过这个孔来访问这个公有服务是可以的 那么甚至还有一点 其实你如果说你这个不能上网 那么你的AWS的EC2通过SSM管理都管理不了 那么你也可以为SSM在这个VPC里面打这个Endpoint 这个孔 能让SSM来网管一个完全上不了网的一个网络 完全隔离的这个里面的EC2也是可以的 在这我们这个课里面呢 既会讲做这个Private Link 然后呢去找到负载就用器 然后用负载就用器找到后面的EC2 这个会做 然后呢也会去讲通过这个Endpoint去访问公有服务 还会去讲我们为这个隔离的VPC里面 去做个SSM的这个Endpoint 让SSM能够去管理这个一个隔离网络里面的EC2 有正常情况下一个纯隔离网络的EC2是管理不了的 你SSM也进不去 你SSM也进不去 当然抗扫口可以啊 那么如果说那个设牌不支持抗扫口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打口 然后通过SSM 通过这个Endpoint 然后呢去网管这个EC2 好吧 现在呢这个有些类型的EC2是可以支持抗扫口访问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以前也不行 以前的话这种纯隔离抗扫口也不支持的话 那就网管不了 那么你也可以为SSM打个孔 然后呢访问EC2也是可以的 好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它能够实现这个 能够访问在VPC之间 VPC之间的访问可以 然后呢也可以去访问这些AWS公有服务 就纯隔离啊 完全连互联网上不了 按理说它不能访问公有服务的 但你可以打一个孔 你把这个S3或者API Gateway 然后通过这个孔 然后对这个EC2提供服务 然后通过这个Interface Interface Endpoint 然后访问这个服务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存石油网络 存隔离网络 依然可以访问公有服务 依然可以去访问另外的VPC 这个实现VPC通讯 不用Peerlink 也不用什么Transit Gateway 直接通过这个Private Link 通过一个打孔 通过Enterpoint Private Link Enterpoint 来访问是可以的 这是OK 这样的话 就是完全不暴露你的流量到互联网 就是你可以完全是一个私有网络 纯私有 根本上不了互联网 纯私有网络 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VPC的通讯 访问公有服务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访问 就是你可以访问另外一个网络里面的应用 在一个VPC 然后客户在另外一个VPC 他认为就是说 首先你要了解 这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这个请求只能单向发起 就是说左边是消费的 那么这是供给侧 这是消费侧 只能由消费侧主动发起来访问 这边供给侧的这个资源 然后反着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存单向 存单向流量 这个需要了解一下 只有这个消费侧的VPC 是可以发起连接的 是一个单向的流量 然后呢这个配置啊 其实有三步 第一步你要做负载容器 负载容器 把ET就加进来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要为这个 要去创建这一个 endpoint service 来关联到这个负载容器 需要一个service 来关联到这个负载容器 然后呢 还要再做一个endpoint 来关联到这个service 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访问这个endpoint endpoint去访问这个service service service关联到负载容器 负载容器 再关联到EC2 这样通讯的 是一个单向通讯 这个在我们的后面的配置当中 也会体现出来 好吧 我用cloud formation写的 这个整个步骤 这三步要做到 要实现 好 这个做法还有个好处 就可以实现 地址重叠也没有问题 你这个 你这个VPC 和我这个VPC 网段是一样的 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endpoint 是在我这个VPC里面 在我这个网络里面 我是在网络内进通讯 然后呢 你再给我引到 这个网络负载容器 然后网络负载容器 在EC2 就说就这两个EC2 是相同 重点网络 也没有问题 这是完全不存在的 因为你暴露在这个VPC里面 是那个VPC里面的网络 你发问他 然后就过来了 负载容器就过来了 好吧 这个重点网络也是OK的 然后呢 也可以去暴露 以公有服务 包含SN 一些Gateway 甚至的SSM 也可以打孔进来 然后来管理这个EC2 都是OK的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就单向流量 支持这个 overlay 重叠的网络 这是可以的 这一样可以实现这个通讯 在后面我们会讲那个GWRB Gateway的Load Balancer 其实用的 也会用到这个PrivateLink Endpoint 其实用的很多 后面我们会讲到GWRB的时候呢 其实也用到类似的技术 以后我们会再说 好吧 PrivateLink呢 那咱们进讲到这儿